在这个把全球的一些活拉到中国来干 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 莫杀福祉康的这样一种贡献 是他这样一种优势 他关键是 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是说不能搞下去 关键是中国的人权要提高的问题 人权提高了 和劳动密集型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并不矛盾 只要工厂有了工会 只要有了人性化的管理 只要是企业文化改变了 中国大陆这样还可以进行劳动密集型的 这种经济模式 如果说中国现在完全放弃了劳动密集型的这种模式的话 甚至完全把外资的这种加工企业统统聚在门外的话 我想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 也不是一件好事 关键是提高中国劳动 劳动者的权力 落实中国基本的人权 是吧 把这个问题落实好了 就相得一张 是吧 我们又可以有活干 我们又可以干得很 心情比较愉快 我们是心里比较痛苦 我们还可以增加了收入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一夜费时 因为是富士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完全抛弃了 这个劳动密集型的 加工产业 甚至就走上了一种封闭的道路 我想这也不是可取的道路 这个方式 好的 您说的 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社会要重视起来 要从提高这基本人权角度入手 要加强工人们自身的这种 这种这种对自身利益的 维护的这样一种权益 是吧 让工人们组织起来 和资本们抗衡 是吧 和企业来平起平坐 不能把工人们都都陷入一种 是吧 很低人权的 这么一种 完全是被管理的 甚至奴隶制的这样一种劳动方式 好的 谢谢 所以说吧 根本的问题就是 中国要放弃这种 低人权优势的 这种发展模式 好的 是吧 继续来接听 不能像当年的南非一样 是吧 来继续接听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 电视观众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认为 富士康的事件 体现了中国特色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众所周知 富士康是台湾企业 其主要的管理机制 应该属于台企的模式 但是 台湾企业之所以在大陆 进行审判活动 就是为了充分的利用 大陆的中国特色 实际上像富士康这样的台企 完全是利用 中国大陆的特殊 环境资源 而大法起财 来谋需暴力的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 中下层管理机构 基本上是完全妥离 甚至可以说是背离了 富士康台企 本来应该采取的管理模式 为了使富士康在中国大陆 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可以不择手段的 进行实际上是 薛汉工厂的野蛮管理 并且又来已久了 富士康的包吻机构 就是管理机构 劝阳的一帮大手 就是糟糕 那些所谓的自杀者 或多或少 都是在被逼迫的情况下 所采取一种 比较极端的反抗方式 这就暴露出来 还有其他的反抗方式 但是暴露不出来 不像这么明显 而且富士康在大陆 缩在地的政府管员 为了地方的紧急利益 也对富士康的残酷 压榨员工的行为 采取默认 甚至纵容的态度 我本人对此标示 强烈的分开 好的 和强烈的谦责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张先生 下一位辽宁的官先生 辽宁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想谈一方面 我的观点是 人需要说有尊严的活着 我今天看那个凤凰卫视 那保安随随便便就可以说打人 难道说他就不知道 人需要说被尊重 也需要尊重其他人嘛 中国这二十三十年 一直在搞经济 这人文方面建设 始终也没跟上 我们那个念书的时候都说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都要发展 那现在物质文明发展起来 精神文明到哪里去了 现在提以人为本 那看来是从来 一直也没以人为本 好的 谢谢您和辽宁的官先生 辽宁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要把富士康的事件 放到更大的范围 更大的环境当中去观察 去分析 看看国家和社会 在制约资本贪婪 资本剥削这个问题上 有没有起到作用 我们正好有一位网友 也发表了比较类似的 这样一个观点 这位网友通过电子邮件 是这样说的 他说工人也是人不是牲扣 在工资之外 他们需要像人一样的环境 他们需要像人一样的生存环境 这不但在家里 在工作场所也是一样 资本家的职责就是赚钱 他们没有维护道德的义务 相反国家有应该 但是在西方 有正常的道德和法律规范 有工会维护工人的权益 他们当好资本家就可以了 那么在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 这些资本家的私欲 就像澳大利亚的兔子一样 没有了天敌 失去了制约 就会泛滥成灾 富士康的血汗工厂 就是被这个专制的环境 改造成恶魔的 仲先生 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些网友谈的都非常好 都谈到了点子上 实际上富士康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富士康事件 他是一滴水见太阳 他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社会 也就是说 在整个全世界角度来看 只有中国这个国家 才会发生富士康这样的事件 他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的 三十年来那种单腿改革的 最致命的弊端 就是三十年中国的改革 仅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单腿的经济制度的改革 而不是进行那种政治制度 这种文化 进步的这样一种改革 所以说呢 仅仅是物质上发达了 财富量增加了 可是呢 人文方面呢 严重的甚至倒退了 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的工人 劳动群众还有 还有监督干部的权利 是吧 还有说话的权利 是吧 还有有自己的 这个这个 这个维护自己的 这个方式方法 是吧 甚至还有大明大放 大德茂等等权利 可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呢 整个劳动权利完全被剥夺 中国社会进入了 完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社会 劳动权利 劳动的权利越来越被束缚 那就导致了中国的劳动者 只能成了一个工作的机器 最后就被特别又被外国资本 进了进了进来之后呢 又被廉价的利用 是吧 更成了一个 仅仅就是一个 不能说话的劳动机器 在这样一种可悲的 大的社会环境下 才导致了富士康 这样一个企业 出现的问题 当然 在中国出现类似的现象 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 包括我们写每天的煤矿的 这个这个冒顶事件 等等等等事故 到各个工厂出现的 多着呢 好的 这个富士康 仅仅是一个企业的现象 实际上它表现的是大量 在中国各种企业 大量存在的问题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今天的讨论 就只能暂时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还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电话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讨论 但是很对不起 我们没有机会了 欢迎你们以后再打 我们还要举办类似的这个讨论 欢迎你们再打电话回来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 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感谢北京大军智库的 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 也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 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博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 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